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议员佟仲彦近日来强力推动性专区,先是到私昌聊考察,之后又秀出爱滋检验报告,甚至自爆嫖记无数次,有望又留言暂即是旧人,唯有阿童,佟仲彦则以同床共诊。 同性协力作为回应,佟仲彦日前在脸书发文,他提到北市府首都提民调决定是否要设性专区,呼吁大家民调唯一支持性专区,还自爆自己嫖记无数次。 为了拉近与网友的距离,佟仲彦将在25日聚办网剧,底下网友也纷纷表达支持之意,我也想支持,可惜户籍因素,只能心中支持,希望可以寻回全台,让别的现实的,佟粉,能够一起同乐,佟列一一回应说网友可以签户籍来他的选区,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寻回全台。 还有网友称既是旧人,唯有阿童,童仲彦立刻以同窗共枕。 同性协力作为回应,吸引许多网友按赞,俨然成了既是代言人。